雖然說三頭訓練是一個單關節動作 但是我們不能覺得因為只會用到肘關節 所以身體的其他部位就都不管它 特別是脊椎 哈囉大家好,我是 Hinch 很多人都想要有線條明顯非常粗壯的手臂 大部分的人都一定會練二頭肌 但其實三頭肌才是整個手臂粗壯的關鍵 那今天這部影片會跟大家分享 在健身房我們最常看到的三個三頭肌動作的錯誤 包括Cable過頭伸展 啞鈴法師伸展 Cable下拉 透過修正這些動作 除了可以降低受傷風險以外 也能夠避免其他肌肉的代償 進而提升訓練成效 讓你的三頭肌成長得更快速 第一個是Cable過頭伸展 喜歡練三頭的人一定有練過這個動作 大部分人在這個動作最常出現的錯誤 就是在整個鬥中過程中脊椎不中立 呈現駝背的情況 雖然說三頭訓練是一個單關節動作 但是我們不能覺得因為只會用到軸關節 所以身體的其他部位就都不管它 特別是脊椎 可能有些人會覺得 我只是練三頭 跟脊椎有什麼關係啊 但是當你在駝背的情況下 做過頭伸展的動作的時候 除了會因為脊椎排列不中立 而造成不必要的脊椎壓迫以外 也因為三頭肌屬於身背手臂線的一環 而身背手臂線 又一路長到接在胸椎上的菱形肌 所以當胸椎處於不理想的姿勢的時候 也很有可能會導致三頭肌的張力受影響 如果你有這種狀況的話呢 可以在做過頭伸展的時候 找一面鏡子 確保自己的脊椎能夠維持中立 如果不知道該怎麼找到脊椎中立的人 你可以先嘗試透過上一集 我們教的貓頭式的動作 練習將脊椎回到中立位與伸展的位置 並同時降低重量 讓自己能夠在維持脊椎中立的姿勢下訓練 如果還是很難將脊椎維持在中立位的話 可以試著放鬆上斜方肌 以及造成肩內旋與肩胛前提的肌群 包括胸大肌 胸小肌 前三角肌 擴背肌 以及大圓肌 第二個是法式伸展 法式伸展是一個躺在臥腿椅上 肩膀固定在肩距去超過90度的位置 做軸伸展訓練三頭肌的動作 很多人在做法式伸展的時候 因為肩關節處於內旋的姿勢 導致他們的肩胛骨不穩定 那練三頭肌跟肩胛骨有什麼相關性呢? 因為三頭肌的長頭是一個跨雙關節的肌肉 除了連接到尺骨的鷹嘴凸以外 也就是我們的手肘 往上還連接到肩胛骨 所以當你今天在做法式伸展的時候 如果沒有做好肩外旋穩定肩關節與肩胛骨 就變成你必須靠身體其他部位 像是上斜方肌 去做代償穩定 大家現在可以試試看 在做軸伸展的時候 如果肩膀跟著內旋 這時候你的肩胛骨也會跟著上旋且前移一點點 甚至有些動作控制能力比較弱的人 還會感覺肩膀也在出力 那就是你同時還做了聳肩的動作 但如果你可以在整個動作過程中都做好肩外旋 那你的肩膀跟你的肩胛骨就可以非常穩定 沒有做好肩外旋 長久下來也會造成身體的失能 並影響其他動作的訓練成效 如果你有這種狀況的話 可以先練習肩外旋的能力來穩定肩胛骨 你可以用四足跪直的方式 雙手在肩膀正下方 雙腳與骨盆同寬 維持脊椎中力 也就是頭、背、肩椎成一直線 透過將軸窩轉至正前方來做到肩外旋這個動作 記得在轉的時候 是轉整個肩膀 不是轉手腕而已喔 第三個是Cable下拉 Cable下拉也是喜歡練三頭的人的必練動作 不過我們很常看到有些人在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因為手臂離身體太遠 容易造成用身體的力量將重量往下壓 這樣除了會增加胸大肌的代償以外 這樣的姿勢也容易造成聳肩的情況 進而讓你每次訓練完都感覺怎麼連肩膀都這麼痠 如果你有這種狀況的話 在做Cable下拉前 試著先做出肩外旋 並將手臂緊貼在身體的兩側 同時穩定好你的肩胛骨 這樣你就可以讓整個動作都只有三頭肌的參與 同時避免其他的代償 那如果你已經維持錯誤姿勢很久的話 可以先嘗試放鬆你的上斜方肌 以及內旋肌群 主要是胸大肌以及前三角肌 那我們待會就是要去做一個上斜方肌的放鬆 那我們可以用史密斯去做放鬆 那如果說你的健身房沒有史密斯的話 你也可以用槓尼的方式 方式都差不多一樣 那我們先在史密斯上面加一邊加2.5公斤的重量 那如果說你平常沒有在做這個放鬆的人的話 你一開始可以先用空槓的重量就好了 不然你大家可能會覺得很痛 把重量放好之後呢 那我們就把這個史密斯的槓撐起來 放在我們的上斜方肌上面 那我們最簡單的放鬆方法呢 就是讓這個槓直接壓在我們的肩膀 讓我們的肩膀就保持放鬆 然後讓它維持1分鐘到2分鐘 那我們也可以在這個放鬆過程當中 加入我們手的動作 把我們的手往上舉起來 同時讓你的肩甲骨跟著自然的往上提起來 然後再往下放下來 然後也是一樣重複這個動作 慢慢的做 然後也是讓這個放鬆時間持續1分到2分鐘 這樣就可以了 在上一支深蹲訓練成效的影片中 我們統計了大家的留言 發現有自成的人在深蹲的時候 都會有下背痠痛的情況 這代表其實有很多人不知道 該如何啟動自己的核心 並維持腰椎中立 大家可以去看看我們之前拍過的影片 都有提到透過哪些動作 加強核心的穩定性 以及脊椎的控制能力 那想問問大家 你自己在練三頭肌的時候 會出現哪些問題呢? A 總是練不粗 B 手肘不舒服 C 手腕不舒服 D 肩膀不舒服 E 其他 留言告訴我們你的答案吧! 這一次的讓我問問是在上一支提升深蹲訓練成效影片的留言 請問深蹲背槓起槓的時候是用硬舉的方式嗎? 沒錯!我們深蹲在做起槓的時候是做一個Head Pange 也就是寬腳踮的動作 因為我們槓的位置是設置在略低於肩膀的高度 所以這時候起槓的準備姿勢會是屁股在後面 然後做出像是硬舉一樣 屁股往前推的動作將槓鈴撐起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們分享出去 讓更多人知道怎麼樣提升三頭肌訓練的動作品質喔 還沒訂閱我們的人也可以按下右下角的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 避免錯過我們最新的知識內容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掰掰!